烤鱼 去求生一天给人开了好 好多花苞都没开 桃子都红了过两天就过来吃了 今天桃子长得好大个 今年的桃子虽然结的少 但是每一个都好大一个 每一个都红彤彤的 它瘦羊面积更广一些的话 它结出来的果子更浅 我们全都是朝阳的 其实有好多网友 都会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包括基本上 我发的每一个关于院子里的视频 都会在下面留言说 我的天哪 你们这院子里种了这么多花草树木 难道没有蚊子的吗 他说这样的院子好可怕 肯定蚊子很多 还有说住在这里 这样的小院里蚊子多的可怕 今天呢我就在这里明确的跟大家说 我们在小院里面的蚊子 真的很少很少 跟一些普通的一些村民家里面 比起来我们的蚊子真的少很多 有的村民家 你只要去那里站那么一两分钟 你整个手啊脚啊都是那种蚊子包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白天的话偶尔看到一些几个 然后晚上的话 也会偶尔出现那么几个 真的是基本很少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每个月会给院子 打药灭蚊杀虫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灭蚊方式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没错就是咱们这个户外爱草蚊香棒 特别适合家里有庭院的 或者是经常户外露银呢 爬山呢 这些都非常适合 它是爱草植物配方的 非常有效果又好用 这个爱草蚊香棒 它的味道 闻起来呢 它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它就是有股浓浓的一些 爱叶爱草的一个香味 它的烟还是稍微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户外用的 一个爱草蚊香棒 它跟蚊香不一样 它的烟稍微偏大一些 它有效果嘛 是不是 像这个爱草蚊香棒 我们基本上每隔几天都会用一次 它就是什么时间算用最好呢 就是傍晚的时间段 然后在院子里那些阴冷潮式的一些角落里面 每一个地方插上一根 特别有效果 像这种下雨天的话 咱们就找那些没有下雨的一些角落 给它插上一根 特别适合 像院子啊 凉亭呢 这些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插上一根 方便又快捷 像这种 我们一个是定期打药 一个这种 户外闻香是一定少不了的 双管齐下 我们的院子 不管是种多少花草蚊 因为它蚊子这样就很少了 没有下雨或者雨停 像这些院子的平均分布都插上一根 让它均匀都伸出到蚊子 就非常舒服 像这种户外凉 怎么正适合 都给它放上去 还有咱们这个 艾草的一个室内蚊香 它是属于艾草植物配方 它是微烟设计的 就是用的时候它烟很少 艾草的一个清香味 它不是说那种很呛鼻子 很刺鼻的那种香气 这种在室内一用 蚊子一闻到立刻就倒下来了 塑效灭纹 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它这个味道很好玩 是一股艾草的一个清香型 它不是那种很刺别的味道 它不像某些蚊香 哇天哪 点在室内一股很刺鼻的蚊香 它是属于微烟的 它不是很重的一个烟 大家如果想要我这两款蚊香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的链接 点击去购买就可以了 或者是去到我的橱窗进行购买 都是可以的 这个效果非常好